我国拥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,而且人数众多,自古以来就有很多非常出名的人,但是却有一部分人神秘的消失不见了,只是现时金他们的下落仍旧成迷,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? 其实说起这一部分人,很多人也能够说出一二,就比如说在历史上,老子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及哲学家,而最出名的要是他的道德经了。 作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,他最终的去向一直都是人们所研究的方向,而且很多历史记载中也完全没有关于老子的追踪,去了哪里的说法。 只知道当时老子是骑得一头轻牛出关而去,但最终的去向也无人得知。 而除了老子之外,在秦始皇时期,虚夫也是一个神秘消失的人物,说起这个人就要跟当时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有关了。 据说当时秦始皇为了让自己长生不老,就命令虚夫这个人去世界各地寻找长生不老药,而在虚夫的心中也知道,如果找不到长生不老药,在下场究竟是怎样的,毕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长生不老药。 虚夫在历史中记载,虚夫干脆带着三天同南同里,从山东的沿海地区开始东渡,现在很多都说其实虚夫就是日本的祖先,但事实上虚夫的真正踪迹也没有人知道,至今应是一个未解之谜,对其怪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呢?